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你们要看的 库代科6号电能卡片 这一个充电器的拆解视频 我们这一期开始拆它 我们前面拆过一款 新春版的电能卡片 其实这两个充电器的话 外观是几乎是一样的 个别的设计元素不一样 这个是新春纪念版金色的 这个是新款的电能卡片 内部是不是一样的 我们这一期拆开就知道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咱们话不多说 拆解这一个库代科 6号电能卡片 拆解这一个充电器 从这些缝隙下手 把这缝隙撬开 就直接可以把 这个里面的模块 给它拿出来 边缘的胶撬掉以后 把这一个模块给它拿出来 220幅折叠插角模块 主板的话内部有胶 把它清理一下 拆的时候这个电解电容的外皮 就已经破坏了 这个就是这个内部主板模块的样子 这两个模块大家分辨得出来吗 这个是新春版的电能卡片内部的样子 这个是6号电能块内部的样子 两个模块几乎是一样的 散热用的是指瞳的材质 目前充电器用的散热片最好的就是这种指瞳的 我们把这个散热片给它取下来 这个散热片上面需要绝缘的地方都贴有3M的绝缘胶带 这种胶带也有耐高温的作用 然后这黑色的塑料为初次级隔离用的一个塑料块 蓝色的散热硅脂贴用来给主板散热 这一片小的散热片是用来给和风淡化夹进行散热用的 底部有麦拉片绝缘 我磨了一下内部可以看到到是指瞳材质的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 然后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内部的电路及元器件使用的情况 这个库大科6号电轮卡片淡化夹充电器 内部的电路架构跟我们去年春节拆的新春版是一样的 采用的是QR反击开关电源加次级同步整流输出加协议控制降压输出 我现在回头看新春版的拆解视频 跟我现在的视频比起来确实是有进步 都是因为由你们这些老铁的陪伴才有咱们这个频道的成长 在这里还是要感谢一下你们这些老铁 我现在从交流输入端到直流输出端 再来给大家介绍一遍这个充电器的电路及元器件使用的情况 这个则是折叠插角部分 用两颗螺丝用这一个塑料的盖板把这个折叠插角压住 内部的黄片采用的是两层金属结构 增强这一个折叠插角翻转时候的一个硬力 表面这一层为吸磁的材料 因为这个是加强硬力的 底部那一层是不吸磁的铜质材料 插角的话更不用说了 也是不吸磁的铜质材料 这种卡片充电器内部肯定是非常紧凑的 几乎采用的都是贴片式的元器件 PCB也是采用的顶级的曾经工艺制作 电子发烧友对这种PCB都是没有抵抗力的 对吧 输入端白色贴片保险丝 厂家来自成立于2003年 聚焦中高端电子电力保护元件的公司 东莞贝特电子 这个保险是贝特245系列 满融段贴片保险丝 规格是3.15安 耐压250伏 这里一颗 这里一颗 两颗贴片式NTC热敏电阻 用于充电器的浪涌电流防护 这一颗则是充电器的贴片式供膜电杆 上面有私印信息 厂家咱们没有查到 供膜电杆的旁边 这一颗黄颜色的电容 则是充电器的贴片式安归X2电容 没有私印信息 咱们就无法查厂家了 负责将220伏交流电 整层脉动直流电的一颗贴片式整流桥 4E型号ABM-R510 来自成立于1996年 一家专业生产各类功率半导体基建的公司 重庆平为电子 这颗整流桥的规格是5A 赖压1000V 这一颗元气线 上面有680的私印 这一颗是公字插膜电杆 这个是用来滤波的 高压滤波电解电容两颗 来自成立于2004年 一家集铝电解电容固带电容 叠成固带电容 超级电容等研发制造销售的企业 广东赵庆绿宝石电子 两颗电容规格都是27V 赖压400V 属于绿宝石M1系列 赖高温标准电解电容 这两颗MLCC电容为开关电源 主控芯片的供电电容 电流经过EMI电路 进入开关电源主控电路 这个充电器的主控芯片 私印型号KP2202SSG 来自成立于2014年 一家高性能模拟 及数目混合集成电路供应商 深圳BEV电子 这是一款针对反机变换器的 高频高性能准斜震电流模式 PWM控制器芯片 集成有高压启动电路 输入掉电检测 X电容放电功能 芯片配合淡化加等高频器件应用 可以大大提升产品性能 减小产品体积 内部集成有完备的保护功能 确保系统的高可靠性和安全性 开关电源主开钢管 私印型号6108QA 来自成立于2015年 一家致力于第三代半导体 硅基淡化加器件研发与制造的企业 深圳英诺赛科 这是一颗核峰式淡化加器件 内部集成高压线性稳压器 智能三级驱动器 和无损耗电流感测电路 同时类至淡化加器件规格是 耐压700V 内部导主320毫欧 最大漏级电流10A 这一块就是充电器的平面变压器 变压器的侧面 有厂家的私印信息 中间这里贴有蓝色的导热硅枝 以便于更好的散热 当然这种平面变压器 它内部的线圈 是跟这个主板集成在一起的 用于信号隔离和反馈控制 确保输出稳定 并保护低压控制电路 不受高压影响的光电偶合器 是一型号EL1019 来自成立于1983年 全球知名的LED生产企业 台湾易光电子 这个光偶是 易光EL101X系列光电偶合器 用于抑制高频供膜造成 减少EMI干扰 提升系统安全性和可靠性的 贴片式安硅外电容 一共6颗 这边有4颗 背面这里有2颗 来自成立于1981年 一家韩盖主动被动双通路元器件 并拥有制造工厂的多元化企业 台湾和声堂 这几颗安硅电容 属于和声堂 SCC系列安硅电容器 这个充电器的PCB 为多层结构 集成度非常高 次级同步整流电路的元器件 在这一部分 次级同步整流控制器芯片 4E型号W7GBA 实际型号SY5238 来自成立于2008年 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硅谷的高科技公司 美国CD捷半导体 并在中国的杭州设有分公司 这是一款与QR控制器兼容的 反机同步整流控制器 用于实现原边的JVS操作 从而最大限度提高系统效率 并实现高功率密度 芯片还采用自适应三级电压控制 以确保安全运行 同步整流控制器芯片的旁边 挨着一颗 同步整流MOS开关管 4E型号SDAAT 厂家未知 这两颗为次级输出滤波固态电容 跟前面电解电容一样 来自照庆的滤宝石 规格都是220微法 内压25V 属于滤宝石BC系列 低阻抗高纹波电流 插件式固态电容 这一部分电路为充电器的 协议控制降压输出电路 由一颗协议芯片控制一路降压电路 两个充电口输出的模式 由于这个内部的空间太小了 这个降压电路的输入输出滤波 都是采用的这么小的贴片式MLCC电容 这一颗合机电感 4E150 电感量为15V亨 就是升降压电路的一个主降压电感 降压电路的降压控制器芯片 4E型号SC8724 来自成立于2015年国内领先的 模拟和嵌融式芯片设计企业之一的 上海蓝星半导体 这是一款内部集成 4颗开关管的同步升降压变换器 输入电压2.7-22V 输出电压3-22V 支持最高3.5A的输出电流 芯片工作模式和开关频率 均可通过外部设置进行调整 还提供可编程的输出电流限制 灵活支持不同应用 并拥有完善的保护机制 中内机的USB协议输出控制芯片 4E型号IP2738 来自成立于2014年一家以电源芯片 快充协议芯片的研发销售的公司 深圳应急新科技 这是一颗双路USB协议芯片 支持18-140W快充应用 支持USB3.1 28V EPR档位 这颗芯片相当于两颗IP2736整合在一起 快充规格与IP2736一样 内部集成的双路独立可编程的 电压电流环路控制 与双路低端电流检测 支持限损补偿功能 双路独立的过流过压及短路保护 确保使用安全 两个充电口的输出滤波 这个大功率的蓝色充电口 输出滤波采用的是三颗MLCC电容进行滤波 这颗小功率的C口 则是采用的贴片坦电容进行滤波 这颗贴片坦电容 来自成立于1919年一家全球知名的电容器厂家 美国基美电容 规格是100V法 耐压16V 属于基美贴片式坦电容系列的产品 这玩意儿赠品的价格不便宜哦 这里一颗 这里一颗 两个充电口的输出VVOS开关管 两个开关管的4E型号都是7534N 来自成立于2016年 由重庆渝江新企业管理和美国AOS万代公司 共同合适组建的一家公司 重庆的万国半导体 这两颗NMOS规格是 耐压35内部导主4.8毫 最大漏极电流30A 两颗R2005 用于两个充电口的电流采样检测 两个C口的旁边都设置有 ESD防晶电二极管 确保内部芯片器件的安全 两个充电器的USB-C连接器 大功率的为蓝色的 小功率的为黑色的 内部的细节的话 做工都是很不错的 充电器的主壳体内部 有PC主燃材料的标识 充电器的折叠插角模块上面 一样的有PC主燃材料的标识 这是充电器的两张 子铜散热片 这个KUDEK6号电能卡片 淡花加充电器 拆解下来 两个充电口 为什么C2口纹波好很多 原因都知道了吧 C1口采用的是MLCC电容 C2口采用的是坦电容滤波 这就是两个口纹波不一样的原因 然后就是内部用料 跟新寸盘电能卡片的区别 就在这个整流桥 和风淡化加芯片 刺激头部整流开关管 这三个器件不一样 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还有就是进一步完善了 IP238芯片的协议兼容性 文波控制就是受制于 这个紧凑的内部架构 PCB的位置也是寸土寸金 C1口根本就没有位置 去安放更大的电容 这就是压制文波的难点 文波不超标就没有问题 这个东西大家不必要去纠结 总的来说 这个充电器用料一如既往的很不错 没有减配 喜欢我的视频的老铁们 动动你们的小手 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来 还没有关注的 点点关注 点点订阅 谢谢各位老铁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